这里是杨梅旗帜记忆训练中心 透过全日型的照护服务 提供智能障碍者一个社区化的居住环境 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 不仅规划多样的学习课程 也安排体势能活动 加强著名的体能训练 区区建议从上至到下至 才有全体性的整体性的规划 慢慢地去引导他们 从右手左手到左边去慢慢地牵接 多训练同样的动作 让它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也就是来到我上课的过程当中 我每个课程都会先把这个 挡住我的男生活动 像比如说一开始会有针对带筋关节 我就有动了叫做剪刀石头部 或者是数字的123456等等的 这种互动性的小游戏 让他们知道每次来我都要去动 我的筋关节或者筋关节等等的 这些部位 所以久而久之他就习惯说 我一来就要动这些关节 所以长久下来课程维持下去 他的活动能力就会变得 藉由课程不仅能够充实自我 也为著名的生活增添了不同的色彩 生育障碍者其实跟这场也是一样的 那他也需要终身的学习 然后他的生命需要更多的体验 所以我们终身学院就是 不是我们能开什么课 而是他们有什么需求 我们就应该要开什么课程给他 杨梅院区所规划的园艺治疗课程 教导智能障碍者透过触觉及嗅觉来感受植物 并且以叶拓的方式完成了新型的拓印作品 请把彩色笔呢我们要涂在版面 这个叫叶子拓印 我们最主要就是把这个叶子的叶脉的纹路 然后把他拓印起来就变成一颗 好变成一颗心 除了多元化的活动与课程 记忆中心的代工训练班提供院区住民 无障碍的工作场域 藉由分工让他们拥有自立的能力 如果说太复杂的工作他们能当法做 我们就把工作的内容猜小 先从最简单的 然后做这样子 杨梅起自记忆训练中心 不仅提供了智能障碍者 高支持密度者 一个社区型的居住家庭 也藉由工作记忆的培养 如实体现出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的价值理念